我今天講的這個信息是非常重要 這個重要性是對於我們處理生命 和幫助人 服侍、討告、醫治、釋放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們中間想侍奉 我很想每個人都侍奉 你想侍奉 就是我今天所講的這些內容 你去做 你就可以進入侍奉的團隊 我所講的就是為人醫治釋放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為何我要解釋這件事 因為有些人做醫治釋放説 奉耶穌明 齊靈走 走走 醫治 奉耶穌明 醫治 醫治 就是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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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到底他的生命怎樣 可能回家又很煩惱 又覺得 哎呀 神是不是愛我呢 可能有很多問題 根本呢 祈禱的時候可能會鬆些 奉耶穌明都一定有事做 神都做事的 但是他反對到底怎樣 他未必能夠繼續釋放 或者繼續活在神的愛中 所以我有幾個重點 我希望大家記得 就是我們服侍人 現在我講到服侍人的時候 服侍寶 或者輔導 或者趕邪靈 醫治 什麼都好 就算有人不請我去醫治 我都第一件事做什麼呢 和他講到神的愛 和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那這個一會我都會簡略去講給大家 那一會我會操練 我們每次的教導是有操練 給大家嘗試去講 一會講完之後 第一 我們幫助人活在神的愛中 怎樣深信神的愛 第二呢 就是處理生命足夠的問題 第三 進入神的強烈的同在 在討告之中 然後第四 就是譬如趕邪靈愛 即求神醫治 其實趕邪靈愛 求神醫治 有時就是親近神 已經會做到的 但始終都有第四個部分 大家記住這四樣東西 我會講的 第一就是 讓人明白神的愛 和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第二處理生命 第三就是 親近神 以至有神強烈的同在 即是聖靈充滿 第四是趕邪靈醫治 大家記不記得這四樣嗎 即是你知道 那你們要做什麼困惑呢 就是這樣 你能不能夠經常享受神 深信神的愛呢 那你能夠做的時候 你可以錄音或者寫 用WhatsApp寫另外 我現在這樣活在神的愛中 我怎樣可以幫到自己做得到 那你告訴我 然後處理生命 我怎樣做得到 那時候 我就會開始釋放你去侍奉 這樣你就可以參與這麼多 但就算你未做完 你可以聆聽 譬如我們輔導人 你可以坐在旁邊 一起觀摩 這樣都可以學習的 那你做到這幾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參與在這個事務裏 那其實為什麼我們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想每一個參與的人 都做一個合復性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會說到這個 首先會在神的愛中這個這麼重要呢 因為很多人的問題都是這樣 我形容出來 哎呀 神都不幫我的 哎呀 我很多病 哎呀 神都祈禱 祈禱也不治我 哎呀 那些人很煩 哎呀 很激氣 又很猛狀 哎呀 很難 做教徒很難 很多的問題都是 好像神沒有幫 好像神沒有愛 好像信耶穌沒有什麼幫助 只是信耶穌是一樣東西 然後我生活就是另一樣東西 我生活的困難是另一樣東西 所以將那樣東西分開了 但是其實聖經是告訴我們 神是愛我們 神是凡事 幫我們凡事 祝福我們 凡事 提升我們 每一樣東西有困難都幫我們 但是怎樣可以 給這個人 是這麼苦惱 這麼負面去深信神的愛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難的點來的 我們怎樣 一個人他本身又病 又痛 哎呀 又有家庭問題 又煩惱又邪靈 為什麼讓他知道神的愛呢 我們可以讓他知道 第一件事就是 神創造的奇妙 吃的東西 我們看到神是愛我們的 你看這些東西 是否好吃 你問他喜歡吃什麼 神做這麼好吃的東西 都是想來享受 出於愛 就是好像你媽媽 為什麼特意煮一些好吃的東西 有時你會知道 你出去吃什麼 他會某些日子 生日特意煮給你吃 為什麼呢 出於愛 就是神出於愛做這麼好吃的東西 另外呢 這個人真正得救的 他一定會知道 耶穌為了Dancer自家 又為了他預備天堂 那這個都是神的愛的表現 另外呢 就是 他會有聖靈的感動 就是譬如說 就算他很多病 那有沒有發覺 疏遠神的時候 犯罪的時候 聖靈會提我們呢 聖靈會提我們悔改之罪呢 你爬一爬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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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聖靈會提他 就是聖靈會關心他 聖靈會不會由得他一路 與弱 一路離開主 一路失去神的恩典 這個提神都是神的愛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被人拒絕 譬如我們請一個朋友 喂 來我家裡吃飯 我生日了 這個來你生日 你生日你的事關你什麼事 譬如有個朋友跟你說 那你有什麼樣說話的 或者他不要解釋 不來 那你都覺得好什麼 但是呢 譬如就算他解釋 我沒有空來 你每次生日他都不來 譬如你每次生日他都不來 那你開始想 他是不是真的我的好朋友呢 就是當人拒絕我們 尤其是如果拒絕得很惑的時候 更加我們會懷疑他的愛 但是神呢 被我們拒絕很多次 其實每個基督徒 想回我們犯了罪幾次呢 是真的難以計算的 但是神永遠都不會拒絕我們 永遠都找回我們 這就是聖靈會叫我們 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兩天福音十六章八節 是很特別的經文 就是神經常找我們 這就是他的愛的表達 那你有否經歷過愛的表達 神會吸引我們 在高麗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也都說到 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稱耶穌為主 被聖靈感動 沒有人稱耶穌為主 也就是說 我們稱耶穌為主 都是聖靈感動 但是有些基督徒說 我有時都不相信耶穌了 我想放棄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或者試過這件事 但是聖靈不會因此而放棄 其實神被人拒絕是很多次的 但是祂依然會感動我們去信靠主 所以這就是祂愛的表達 有些人會用一種很錯的 如果耶穌想救我們 就是想天狼多些人 想派我們去救多些人 天狼多人住一些 就是用一種很負面的看法 如果祂有負面看法的時候 祂的觀點對神很負面 但是事實上 神是對基督徒經常都是 我們做的那麼不好 但是神一直祝福 這個真的是愛來的 而祂愛是超越所有人的愛 祂在天狼多給我們神的恩怜 所以其實神是經常想祝福人 祂的心態就是祝福 而祂不是 祂叫我們去侍奉 那不是好像一個條件 而是說生命自然會流露出來 神本身不是真的得到什麼益處 如果神在聖乎聖經聖靈在天堂 他們很開心 沒有人上去 祂也會很開心 不過神不是想這樣 神是憐憐我們的 所以祂不是為了自己的益處 祂會吸引我們去跟從祂 祂會保護我們 每個基督徒都試過 有保護 求神保守 這些都有很多 聖經經經常講到 祂經常想念我們 怎知道想念呢 因為祂會犯罪找我們 祂會帶領我們 祂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詩篇139篇第5節 在前後環繞我 按手我身上 就是神整天都陪著我們 怎知道要陪著我們呢 如果我們犯罪 祂都感動 就是在這裏 犯罪都在這裏 親近他更加在這裏 親近神就會有平安 這些都是愛的表達 我們如果那個人 我們可以面對幫祈禱 覺得平安、興省、舒服 這裏都是愛的表達 就是他可以經歷到神的 照顧神的愛神的祝福 有些人會這樣 沒有人會解釋 就是 為何那天都哭得這麼厲害 就是這樣想 所以我們作為服侍者 我們要解釋給他聽 是神親自祝福你 是很好的 神將祂愛放在你 是很大的恩典來的 真是神眷顧你 那些沒有的 神都想你繼續進入的 有些人感受不到 但是他為人祈禱也會有能力 而且是逐漸逐漸可以經歷這麼多的 這些都是讓人看到神的真實 神的愛的真實 這樣就幫他去享受神的愛 活在神的愛中 和崇神得力 就是說 你每天這樣親近神 就算他說 經歷不是很強 不要緊的 你每天這樣享受神 多謝天父在愛我 一直宣告神的愛 神在愛我 陪著我 關心我 來吸引我 多謝天父 這麼平安 這麼輕盛 那天天這樣做 他就會活在神的愛中 所以首先解釋神的愛 又活在神的愛中 那他就會逐漸被神的愛激勵 相對地 說回一些相反 大家會明白些 真是有些基督徒 一聽到 立刻就沒有心機 立刻就睡覺了 為什麼呢 對神沒有興趣 對神沒有興趣的人 是不是真的愛神 或者覺得神愛他呢 肯定不是 如果覺得神愛他 怎麼會 一聽到就已經沒有心機 因為看聖經 又要看聖經 又要祈禱 這種觀念 是會在人心中 很多人心中 都挺強硬的 那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 不是真的活在神的愛中 有些人說 不是的 那些基督徒知道神的愛 他們真的知道 知道和深信神的愛是兩回事 和享受神的愛是兩回事 就是說 有幾個基督徒會這樣呢 我什麼都不用擔心 因為神一定為我開路 神經常陪著我 經常祝福我 我前路怎樣 總之我走神的路 祂的一切都給我 我不用擔心 人家說我怎樣 人家就傷害不了我 因為 將我們與基督徒的愛隔絕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們 有爺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樣 神經常陪我 我不用擔心 這樣的時候 那個人 就是經常在神的愛中 但另外有些人 他真的 他就說 神都不依我 我祈禱又 神沒有聽 但很多時候 就是他的心靈 不懂得開放 他只是求 求的時候 如果真心求 神都會幫的 雖然他的程度 沒有那麼強 和沒有那麼快 但是一個人真心愛耶穌 雖然他沒有經歷聖靈充滿我 他就真心說 我想侍奉神 我想走整個路 那些人都有很多辯證 哪些人有心靈問題呢 就是那些 神都不幫我 又要祈禱又要讀聖經 很悶的 我都不明白他說什麼 你沒有心機 那些人就是有困難的 即是說 就算是沒有經歷聖靈充滿那些 他當他真的 專心愛神 行神的路 他都會一定有神的祝福 其實我自己 在我信主 七零年到九百年 二十八年的時間 那時候我沒有經歷聖靈充滿 但我其實經歷過聖靈很多工作 因為我記得信主的時候 馬上有平安的 而且我一讚美神就有喜樂 但我不懂得加強 雖然我有困難 但是我發覺一祈禱 神又幫助我 加我力量 和為我開路 都在我未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所以這個 還有他給我很多動力 傳呼聲的 所以我們第一幫人 有任何人 譬如有任何人來到這裏 想得醫治 想得釋放 我第一坐下跟他說什麼 你跟神的關係是怎樣 你覺得神是怎樣的 我問他 有些人說 神很遠的 神都不聽我祈禱 我也不知道怎樣祈禱 很多人都會這樣回答我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又不要說 你多點祈禱 你快點悔悔認罪 這個就變成了律法式 我自己就覺得 當一個人未到 你叫他 譬如兩夫妻吵架 回家一起祈禱 他吵架 怎會願意聽 所以我們是引導 譬如他說 神很遠 神都不聽我祈禱 我就不是第一 你多點祈禱就可以了 你悔悔了 我不會這樣說 我只是告訴你 你在生命中 有沒有經歷過神的愛 神的幫助 有沒有試過 等他自己想回 其實我們多點 輔導的時候 多點問問題 不要那麼多教導 一教自己提子 我是否正在教導 你一多人就覺得很煩 你一直都是 你慢這麼說話 因為要改變人的觀念 即是我們要改變人的觀念 其實我們 改變人的觀念 最好不是用慢這麼教 而是引導 那你為何會覺得神這樣呢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幫你呢 他說他有 那你告訴我 什麼經歷 他說有一次神幫他 保護他 或者他覺得神的平安喜樂 你祈禱有沒有覺得平安喜樂 他說有 感謝神 神在你身中做公過 是嗎 就是讓他知道神在愛他 而幫到他活在神的愛中 這一點呢 可以說都是需要時間 幫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首先 你了解他有沒有經歷過神的幫助 他有經歷過神的什麼幫助 在裡面怎麼看到神的愛 讓他對於神更加靜綿 也都會倚靠神 那他才得到神的祝福 因為很簡單 一個人跟另一個關係不好 不喜歡他 看到他也想另一面 覺得他很煩 譬如很多人想到神 就是怎樣 好像一個教師經常要教我 經常要我看聖經 經常要我做什麼 這個時候的觀念 就是六十 就是一個教師 或者是一個校長 但如果他覺得神是一個朋友 是一個隨時的幫助者 是一個安慰者 安慰我的心 那感覺就會很不同 所以我們自己深信神的恩典 然後我們帶來深信 這個可能大家會有問題 一會兒可以問 或者現在問都可以 有誰對於神的愛 我都說過有五樣的 五方面可以看到神的愛 而我們最好用探討的方法 就是問他 第一就是自然界 包括神做的食物 自然界的美麗 人的身體的奇妙都是自然界 第二就是耶穌的救贖 耶穌會這樣赦免我們救我們 聽十字界很大恩典 為我們預備天堂 聖經 聖經說很多神的恩典神的愛 而裡面真是人可以經歷到的 而第四就是 祈禱的時候 經歷神的平安 和感度或者喜樂 這件事很多人 基督徒都有經歷過的 就是讚美神 有些人就這樣 回到教堂 讚美神就開心 回家又失去了 就是他保持不到 親近神是有的 第五就是生活中的幫助 生活中的幫助 是會讓他知道神愛的 OK 有問題想問關於這方面 第二 處理生命 其實我有很多編導 都有講到這方面 我現在真的很簡單 為何要處理生命 才做釋放祈禱 和醫治更好呢 譬如有些人 我在這裡加插這件事 為何有些人的問題這麼嚴重 我就會這樣 譬如說 簡直 一個 當成一個終點 中間點 一個基督徒中間點 當它又不是很熱心 又不是很冷淡 那種 中間點的基督徒 即是普通的基督徒 都是屬於平安 有感恩 有興省 譬如這一點 如果再上 就親近神與得力 而向下就怎樣 有些人可能經常想起負面的事情 不開心 又有煩惱 又有煩惱 再上一級 就可能每天都有煩惱 恆常的煩惱 變成情緒病 精神病也有 有些基督徒沒有這樣做 即是說 每一個人的級數是不同的 有些向上 有些向下 有些向下下到很低 甚至有些基督徒被赤人搞 因為他和神關係很有問題 很多罪 或者接觸靈界 他已經去到很低 去到很低的時候 他真的很難出來 而很難出來的時候 我們只是和他祈禱 或者趕邪靈 其實 不是會解決他整個人的問題 首先 讓他知道神的愛 神真的會幫他 神關心他 他可能很難明白 但我們第一次為他祈禱 他覺得舒服了 神正在幫你 神愛你 就是由這些來鼓勵他 鼓勵他每天去相信 好了 我回到這個位 就是這個狼 他除了跟神關係不好 就是他的內心 很多負面情緒 通常都是的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很多負面的對神的解釋 就是對神的思想 覺得神都不幫人 很多不好的經歷 而他的解釋是不好的 於是他就越來越濕 而這些是可以處理到的 當然每一個人 願意處理的程度不同 有時候他明知有問題 不過他不肯改 那又怎樣 我們可以用探討的方法 譬如他老公 我老公很壞 我討死他 我不生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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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負面 直接說 你不要說神都不要說你 這句話是討厭的 不過他聽起來 真的做負面很難 連這樣的老公也要遙恕 怎樣遙恕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難 我覺得 什麼事情古力人做 都是用恩典 我可以這樣說 我說 我們得罪神多不多 如果神 將我們做錯的事 逐樣逐樣說出來 從小時候 你怎樣欺負妹妹 欺負誰 怎樣罵人 不聽父母話 又到你長大了 怎樣跟你丈夫 太太 有沒有發脾氣 發猛症 傷害人 然後 我們想到耶穌之後 都不聽話 我們有沒有 不聽 可以先說自己 我也有很多 如果神 逐樣逐樣 爽出來 又逐樣逐樣 要罰 我們行不行 你可以自己說 我真的不行 我不敢 我不敢 如果神要追到我的罪 我真的很害怕 如果神有很多恩典 赦免我的罪 是不是很大的恩典 全部赦免 可以先說 我們有很多罪 神都赦免了 是不是很好 真的去到天堂 神不再計算我們的罪 那就是天父 神赦免了我們的罪 神的心就是赦免的 既然神赦免了我們的罪 神都想每個都被赦免的 每個都得釋放的 那你想不想 神既然這麼赦免你 你也是耶穌的代表 那你去搖庶人 那些人就看到 原來耶穌這麼赦免 基督徒又這麼搖庶 那我是否能夠回到耶穌那裏 就是用恩典 譬如鼓勵人祈禱 我就說 你多點祈禱 我就會說 神赦免有很多恩典 天上的窗戶 準備談到 那你當你一祈禱 耶穌我真心 你真心 我真心需要你 我求你幫我 神就談到 神有很多禮物給你 那是你越親人神 你越享受到神的同在 越得祝福 那你覺得 這樣祈禱好不好 就是 神事實上是祝福人的 因為聖經是講到 講到打開天上的窗戶 還有我們未求以先 神已經知道 神已經講好 有些什麼恩典給我們 你不用擔心 因為未求以先 神已經為你預備了 你看你麻將 他又不耕又不中 但是神也會供應他的需要 神講了很多恩典 好了 當人有煩惱的時候 我們就用恩典去告訴他 神知你的痛苦 這是第一個感受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煩惱 我知道我可以心 你家人的情況 是真的你心裡都痛苦 那你想不想得到釋放 你想不想能夠鬆一點 多數人都說想想想想想 我們做人同去拆解 這個聆聽過程是非常重要 不要那麼快去拆解 有時候我輔導大家 都可以來聽聽 很多時候我會引導那個人去說 譬如說 她說我丈夫經常和我不好關係 我就會了解 到底發生什麼事 了解情況 即她和丈夫之間是怎樣 有時候她會說丈夫怎樣 但其實可能她自己裡面 又會有些脾氣之類 當我了解的時候 我就會說 其實我可能不會問她 我還沒結婚的時候 你關係怎樣 有些可能關係是好一點的 但過後她們可能有些問題 生氣了對方 我就會引導她 問她 每一種情況不同 譬如她丈夫是信主的 和不信主都不同 不信主的人 我就會多點這樣說 既然她一直發脾氣 這麼多不好 你覺得她容不容而改 她說都很難改 如果你等到她改 你才開心 那你要什麼時候才開心呢 可能很久都不開心 那想不想以後都不開心呢 但她這麼壞 我怎麼開心呢 那是否她壞 一定要把那些東西拿上身呢 如果廣東話 說她是否要拿屎上身呢 既然她不好 是否一定要拿上身呢 那你可不可以說 我有耶穌我就開心了 事實上 教會都有很多人 他們是家人不好的 但她都可以在神裡面開心的 就是引導她 那基本上呢 我幫助人處理 第一思想就是 心上的神是最好的 而所有負面的不好的 我就經常觸實神 而世界上的不好的東西 我就不去想 不去反覆思想 而是我多點去想到神的恩典 如果人的問題 我就會用一個比喻 即是說 好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 不好的東西要不要呢 譬如我用一個比喻 如果有人拿一大盆大便 淋在你那裡 那你會不會 要一下我要我要 這樣 如果她拿一大盆水果 你要不要啊 那你要啊 但是如果拿一盆大便 要不要當然要 要不要走 如果你走不及 她淋了下來 那你回家也會洗 是不是 但是如果有個人回家又不洗 每天就去聞 真的臭了 他真的那麼壞 怎麼搞的 因為這麼臭 每天就去聞 每天都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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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是這樣 這個比喻 那你說那個人 你說傻不傻 但是很多人就是這樣 家裡罵完他 他就每天問 那天他那麼壞 真的壞 真的壞 就越來越不開心 那你想要做這個人啊 好了 但是她說我想 不過我做不到 那時候我引導她要刻意了 那我們要感謝神 譬如 Maisy她會分享 她怎樣有刻意處理 那我們今天也都感謝神 有一個人 她已經有失眠 還有一些憂鬱的情況 她今天告訴我們 這個禮拜很大突破 這個禮拜很大突破 其中她有提到 Rachel 又提到 純靈的幫助 感謝神 她刻意去處理那些問題 她真的可以處理到 那些負面思想 她知道 其實基本上 很簡單 就是 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不服氣 不服氣 我們問她 後果是怎樣 你自己 會辛苦 那你是否想以後都不服氣 她又不好 你又不服氣 那你以後不服氣 不服氣 你看到耶穌的臉 你見到耶穌的臉 整天都不服氣 那你覺得這樣 怎樣 她說 是呀 都是不想這樣 那我們就逐步幫助她 試一下 重點 放在耶穌 因為耶穌 曾經比拉多 跟耶穌說 為何你不答我問題 你答我問題 你知道我有權釋放 你有權 耶穌說 如果不是從上頭賜給你 你毫無權並敗我 即是說 基督徒其實我們有很特別的身份 神會祝福我們 沒有人能夠拿走那些恩典 於是 我們就深信了 甚麼人 我們都不需要受到的影響 祂害不了我的 神的計劃 沒有人能夠阻止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有信心 就不給人影響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這真是很簡單 簡略這樣說 就是說 我們處理了 就是說 譬如我明明在想 哎呀 好煩啊 好煩 那煩有沒有幫助呢 譬如有些人 經常都想著這些困難 如果想著這些困難 是否解決到 解決不到 結果怎樣做呢 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多些想到 神曾經怎樣幫幫我 其實這次一定會解決到 一定會向前的 即是總有方法向前去 這樣的時候 他用正面的方法 有甚麼困難都用正面的方法 我再說一次 就是處理生命 就是 負面思想有很多人有的 轉回正面 一定有解決方法 神一定幫我 其實幾樣東西 大家一起跟我說 神愛我 神愛我 神有能力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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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信靠祂 祂 祂一定幫我 甚麼困難都可以逐步處理 一日進步少許不要緊 一日進步 逐漸進步就好多了 逐漸進步就好多了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即是不是要求那麼多人 我總之進步就可以了 這樣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輕鬆了 即是甚麼困難都輕鬆 還有有時有些人要放手 因為有些人出的傳 可能出的很多是垃圾 這樣的時候 但是我們愛這個人 聖經講是 以善性惡 愛他 但是不給他影響 即是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要怎樣處理呢 是需要每天起床 耶穌愛我 我可以開心的 感謝耶穌 哈哈哈 感謝耶穌 有些東西吃真的好 很多人就不是 吃東西 就說贏了都吃了 有甚麼所謂呢 但是 感謝神 神早點這麼好吃 感謝耶穌 深呼吸都放鬆些 喝口水都舒服些 真的 睡一覺都舒服些 其實睡醒一覺 通常人的情緒比較好些 那時立刻開始情緒 健康就會更加開心 對於事情的看法 神寵會開路 對於困難的看法 神寵會開路 那即是說 有甚麼困難都好 都深信神會開路 而有些困難 我們就要放手 有些人很難把我們放手 但我們又要祝福他 那這個基本上是處理問題 那前意識就是 如果經常享受神 慢慢的前意識都改變 例如我小時候發了很多鬼夢 害怕的夢 但是呢 後來其實我一直成長 都很多害怕的夢 但是現在我會沒有的 即是會 神的平安入入入入心 一直把那些東西拿出來 因為我家裡 第一 小時候聽過那些鬼故 第二 後來大一點的時候 父母離婚之後 家裡有很多炒鬧 令到我發惡夢和夢幼 但是神都會一步步 可以依照我的 即是這些呢 是逐步可以幫助 在《輕鬆德士》我講很多的 好了 跟著第三部分呢 就是 享受神 既然神那麼喜歡親戀我們 我們一起站起來 放鬆個人 為何站起來呢 更加容易感受聖靈 如果你隨時感受聖靈 你坐在那裡睡在那裡 到過頭你都可以感受到的 到過頭 到過頭就可以 我有時彎身在那裡擦地 我在那裡想著耶穌 我都會感覺到聖靈的陷在 什麼情況都可以 不過我都發覺站在那裡最容易 如果這個 這個聖靈的姿態 就是指經歷聖靈那方面 譬如你說 我想悔過 我喜歡跪在那裡 或者我喜歡 祈求跪在那裡 是可以的 我不是說其他方式不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經歷聖靈 是放鬆 越放鬆越好 又可以輕鬆喜樂的心態 因為越開心 越容易神的喜樂進入 一路享受神 神愛緊我的 一路宣告神愛緊我 神和我一起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 然後進入神的同在 又愛慕神 又相遇神的愛 然後就可以奉耶穌榮 趕邪靈 或者醫治 趕邪靈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有反應 有什麼反應呢 有幾樣的 會有困緊 辛苦 有些失控的動作 害怕 想吐 蒙蔽 有時看著眼 因為看著眼 它裡面的情 看得出來 所以我叫它看著 我一隻眼 看著右眼 就是右 代表拳併 也不是一定的 看著右眼 奉耶穌明 看著右眼 因為它看著右眼 看著眼 看著眼 然後我奉耶穌明 吩咐裡面的邪靈走 有些真的就會有反應 還有蒙蔽 蒙了 那時候知道有邪靈 問它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經歷 蒙了 那時候我們可以 奉耶穌明 看著蒙蔽的邪靈 或者它裡面有邪靈 還有叫它有信心 吹出來 為什麼吹出來呢 因為耶穌在門外 吹在口氣裡面 受勝利 即是說 聖靈可以透過按手 可以透過催起傳遞 而聖佛聖之聖靈 也都創造所有萬物和天使 天使墮落變成邪靈 所以邪靈和聖靈 都有類似的地方 但有不類似的地方 就是邪靈是邪惡的 是叫人犯罪 叫人寻淪的 叫人想自殺的 但是邪靈也可以透過催起傳遞 和趕走 放鬆 我真的有些人 我試過見過 其中一個是以前的 而我今天說的 也有這個情況 就是趕走 邪靈 這裏就斑緊了 全都脹了 然後 他的眼睛也有反應 他的眼睛也有反應 有背過人不同的反應 有些人手硬了 然後我就叫他放鬆 放鬆出來 或者信服 肯完全信服神 完全聽神的話 將生命獻禮主 有些情人馬上就會出來 然後再講 又可能再重複這個方法 很簡略這樣說 然後就是 譬如醫治 都是因為人的情緒 是影響他的健康的 每天都享受神 每天享受神 人都會健康一些 譬如你留意 所以如果你那天很緊張 很猛 或者那些人很急 突然身體好像 沒有那麼健康的感覺 如果長期這樣 身體更加會有疾病 所以就會 跟他講一下 享受神 也求神醫治 但是多些其中 是親印神那種 OK 現在我簡陋 講完這些 就是說 最重要 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個我很多時候 會重複講 重複幫這個人 你覺得神怎麼樣 譬如有時候 有些人 祈禱好些 那我就說 我什麼東西 我看背後的神 哇 神這麼祝福你 你覺得好不好 就是幫他 看回神的經歷 他不要注目在祈禱 有些人 祈禱就鬆些 他就是注目在祈禱 我們注目在背後的神 因為有些人 祈禱很有用 體制經很有用 他注目那個行動 我們是要他注目在神 但是你一祈禱神 其實你未祈禱神 已經找你了 你一祈禱神 很歡喜 馬上把那些恩典 放在身上 所以這麼平安輕鬆 幫他 整天看到神的愛 而活在神的愛中 而我們當中 如果你真的肯 願這樣做 你這個人就會發覺越來越好 就是你從早到晚 除了你專注祈禱時間 你一邊走路乘車 吃飯 吃飯 你不能太專注想 不然你就難些消化 但你輕輕地想 耶穌和我一起 總之你做其他事情 都是一直想著耶穌 喜歡耶穌 你可以最簡單 就是喜歡耶穌 都是一種感恩的心態 這樣你就會越來越感激神 而且我見到什麼 我都數神的恩典了 祈禱好一點 哇 感謝神 你看神多好 我看到人對神有反應 你看神 賜給你這個動力 去親近祂 真是好 就是我看到人的改變 我看到你眼睛大大 我聽我說 我感謝神 神給你這個動力 我又覺得很好 我看到你笑 我感謝神 神就給你喜樂 即是說 我什麼都會看到背後的神的作為 還有我裡面 我看到什麼神的作為 我經常都記住 還有我生命中的經歷 我都希望經常記住 那天你們分享的時候 就會講出很多神的恩典 人們就會聽到你說話 就會覺得神真好 神真是充滿恩典 那時候呢 第一你鬆 第二你容易幫人鬆 另外你可以容易有愛的恩高 你上網找 南非或者愛的恩高 都會找到有耶穌斯 那你們就看到一個南非有兩個姐妹 那第一個姐妹的分享 她真的感動得很… 其實我拍攝的時候 她已經不是哭得最緊的的時候 她是很感動 她一直說到 那種同在真是好 真是很大的改變 另外一個也是 這個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當你有愛的恩高 實在很好 這位姐妹來到 她都是覺得 聽我說這個是禮物 她很容易經歷神的愛 是禮物來的 那麼 我們個個都活在神愛中 你自然什麼煩惱都不好 不要計較 這個是最重要的 由處理生命 然後就是親近神 進入神的同在 我們多些親近神 有聖靈充滿 然後就是奉耶穌明 趕邪靈和醫治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其實有時趕邪靈和醫治 就是親近神已經會趕到的 不過也都可以趕 不過我就不會經常趕的 我趕就是 我叫他 感謝耶穌 他利路耶 感謝耶穌 那些邪靈都會出的 好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我們就操練了 操練是怎樣 兩個兩個 為什麼呢 你去幫人 你一定要去解釋 幫助人 就是講到神的愛 首先我講了幾方面 神的愛 五藥 記不記得 自然界 第二就是 耶穌救贖 聖經 還有我們祈禱的經歷 還有在我們生活上的幫助 總之你可以根據對方 去幫助對方 去明白神的愛 引導他明白神的愛 還有 處理生命 就是跟他問一下他 你有沒有什麼 比較難處理的 然後儘量去引導 就不是去教導 但你到某時候都要教導 但是你去引導對方 就是說 你覺得那個問題是怎樣 怎樣影響你啊 而會有這個問題 你背後是怎樣想法 因為很多時候 人為什麼會受傷害呢 因為他覺得人應該對他好的 人應該是好人來的 尤其親人應該是好人來的 就是人有這種錯誤 但是呢 往往人不是 就是很多不好的地方 還有人覺得他要依賴人 就是他不自覺地 我們拆解是很重要的 就是問他問題的時候 在過程中了解他的情況 大家可以 首先第一部份 做愛的事先 因為說到愛的方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最難學的 雖然有些人說 不是啊 聖明神人幫神愛 這個是很多人很難說的 不懂得說的 我不是叫你數過五弱 而是你根據這個人的情況 和神的關係 感覺 由你去回應他 可能你們兩個都聽過 所以 你們幫助我都說 我現在知道了 但是我想你照你平時的看法 去講到關於你對於神的看法 然後呢 對方去幫助他 那我就想你配合 就是有些比較有經驗的 和一個比較少經驗的 配合 這樣就試一下 試一下去做 那這個都是我覺得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 有時候有些人 我對比一下 有些人去幫人 就是說 你多點祈禱要如恕 你要祈禱人 你要對祈禱人 你對祈禱好 那這些是真的 不過 他經常說你要做 你要做 你要做 你要做多點祈禱 那時候呢 他就覺得 我有多點功課做 他不是覺得神很好 我想大家記實這個 跟我說一次 我們知道神很好 知道 他有很多禮物準備給我們的 我們一信靠 親近祂的禮物 就淋不淋不淋 就是下來的了 我們一信靠 他們的禮物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無福了 這樣做人又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又沒有煩惱 有什麼人的影響 不要緊要的 祂不會吃掉我的 祂不會殺到我的 就要殺到我 殺不到我的靈魂 神會保守我的 神在我的生命有奇妙計劃的 這個基本上 就是收到神的愛 別人要做什麼 也不重要 那這個其實 也是我的感謝神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 是改變我的生命 也希望改變你的生命 有没有问题啊